2013年6月,山东潭城警方突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,说是有一位93岁的王贵兰老人离奇死在家中。 警方案图所记,果然发现了脖子上有明显勒痕的死者。 很明显这是一桩凶杀案,可是在警方询问死者家属的时候,他们却一口咬定老人是摔死的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究竟是另有隐情,还是杀人藏胸?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,既方便浏览网期内容,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。 当警方赶到死者所在之处时,死者家属已经开始了吊咽,幼儿四女中,除了儿子卧病在床之外,死者的四个女儿都赶了过来。 大家替老人整理了遗体,搭建了灵堂,只等过几日便准备将王贵兰的遗体火葬,骨灰放于墓园之中。 可是警方的到来很明显打乱了这家人的计划,甚至有的人脸上还有着明显的不快之色。 这到正常,毕竟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被警方打扰。 所以警方对此也没有计较,直接与王贵兰的家属谈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情况,特意上门来看看,就是不知道老人是怎么去世的。 面对这个问题,家中有好几人,眼神都有些躲闪。 最终还是自称王贵兰儿媳妇的一位六十多岁老太太站了出来,回忆着说道,我们也不晓得听到屋子里传来的动静,这才进去看,结果发现老人倒在地上已经离世了。 想来可能是摔死的。 听到他这么说,王贵兰的四个女儿也纷纷点头,很明显大家都早已认可了这个结果。 可是警方对这个结果却不满意,他上前仔细观察了一下,王贵兰的头部并没有明显的伤势。 反倒是警部有一道深深的勒痕,从遗体上看,王贵兰明显不是摔死的,而是被人勒死的。 然而,当警方询问起这道勒痕的时候,这一家人却又奇奇怪怪的闭口不谈了,只是都说自己不知道,就算警方对他们分开问话也全无用处,几个女儿大多都说自己是嫁出去的女儿,管不上家里的事。 家里的儿媳妇又说王贵兰脾气有些古怪,平日里有事从来不与大家说,案情的侦破一度陷入僵局。 直接与王贵兰的家里人谈,谈不出结果,警方只能采用侧面迂回策略,开始问询周边的邻居这一家人的情况,令警方感觉到摸不到头脑的事。 根据邻居所说,这一家人还算是比较和睦的,婆婆王贵兰与儿子一直都是儿媳照顾的,四个女儿也时常回到家里来看望母亲。 可以说光听邻居们的描述,根本想不到这一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案情推进到这里,已经很难再继续调查下去了,因为王贵兰老人的家人并不同意进行尸检。 而周边的邻居也大多认为王贵兰的离世符合自然规律,应该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,不应该再打扰于他,一时间警方承担着很大的舆论压力。 可即便如此,警方仍旧没有放弃,因为他们发现了新的线索,这家人肯定有很大的问题。 虽然死者家属并不同意进行尸检,但是警方还是从死者的尸体上发现了一些问题。 比如说死者两臂存在大片的脱皮情况,身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伤痕等等。 前者足以证明这一家人在知情不报,因为他们在清理老人身体的时候,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一点。 而后者则证明这一家人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和睦,甚至被地里可能有虐待老人的情况。 凭借以上线索,再加上王贵兰本身就是窒息而死的,所以警方直接以故意杀人案立案侦查。 这家死者家属就更慌张了,目光都有多少,甚至不敢跟警方对视,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身上有问题。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? 是老人的儿媳妇某个女儿,还是他们协同作案? 由于王贵兰所居住的房间已经被特意打扫过了,所以警方并没有取得什么有用的线索,关于凶手的侦查进度也很缓慢,为了尽快找到真凶。 警方只能将目光转到另一个知情人的身上,这里的知情人指的就是给警方打电话的那位,虽然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,说起话来也是模棱两可,闪烁其词。 不过警方很确定他和这家人一定有关系,否则就不可能一语,就倒破老人去世有蹊跷,就更不可能在老人去世后,短短三个小时就打电话给警方保安了。 警方沿着那个报警电话查去,先是发现了这个号码属于上海地区,然后又将电话拨回去,确定了这位知情人的确有着当地口音,应该就是当地人。 然而让警方感觉到失望的是,这位知情人明确表示自己能说的都已经说了,剩下的只能靠警方调查,与他没有关系。 警方虽然无奈,但是最终也只得挂断了电话,就在警方一筹莫展。 下定决心要从死者的儿媳和女儿的身上找到突破口的时候,却突然发生了意外之喜。 6月22日,老人的几个女儿竟然来到了警局报案,说他们愿意告诉警察真相。 据老人的四个女儿所说,杀害老人的真正凶手就是老人的儿媳妇刘增英。 在6月12日,老人的四个女儿收到了母亲刘桂兰去世的消息,当他们抵达刘桂兰家的时候,现场就已经打扫过了。 而老人的儿媳妇刘增英就是用老人是摔死的这个借口来敷衍他们的,只不过当时他们也发现了老人身上的伤口,当即便愤怒地与刘增英产生了争执。 但最后,他们还是选择了退步,同意帮刘增英隐瞒下来这件事。 之所以如此,倒不是因为刘增英给了他们什么好处,恰恰相反。 是因为刘增英抓着他们的把柄,他们的兄弟卧病在床,还需要刘增英照顾。 老人去世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,不能让哥哥没人照顾,几个女儿当时都是这么想的。 可是后来回到家中,他们时时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,于是他们就动摇了,后来恰好又碰到了老人儿媳,对他们冷嘲热讽。 四个女儿这才受不了了,直接来到警局举报了她。 那么问题来了,儿媳和婆婆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怨,竟要下次毒手。 婆婆王贵兰与儿媳刘增英之间的矛盾,最早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,甚至可以说是在刘增英19岁嫁到宋家来之后,就已经开始了。 刚开始的时候,两个人还能闹得有来有回,后来王贵兰年纪越来越大,逐渐无法与年轻的刘增英相争。 于是在这个家中可谓是吃尽了无言之苦,表面上看两个人是平静了,可实际上潜在的关系却是愈发紧绷。 在婆婆王贵兰身体不好之后,儿媳妇刘增英根本就不想照顾她,只不过王贵兰就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。 儿子卧病在床,女儿又纷纷外嫁,照顾王贵兰的事只能由她来干。 心情不满之下,她对王贵兰的态度愈发恶劣,可以说是动辄便是打骂。 王贵兰的四个女儿,她们与刘增英的关系也很不好,所以她们一来,刘增英就更烦,后来索性将家里的一个院子隔成了两部分,婆婆和儿媳妇各住一块。 就连出门都是各走一门,从此处看,说她们像婆媳,还不如说她们像邻居。 过去的五十年来,刘增英的心中始终压着一团对于王贵兰的怒火,这份怒火非但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而消灭,反而燃烧得愈发赤裂。 最终这团火在2013年6月12日正式爆发了,一时怒火攻心的刘增英,直接勒死了自己的婆婆。 杀人之后,刘增英的第一感觉是畅快,紧接着便是恐惧和空虚,她害怕自己被警察抓,于是赶忙清理了现场。 随后又拿自己的丈夫威胁王贵兰的四个女儿,逼迫他们替自己遮掩,这才出现了之前那样的事情。 只不过后来的刘增英不知怎么得,精神上显得稍微有些异常,不仅不小心做人,反而还愈发猖狂,这直接促使王贵兰的四个女儿最终报警。 向警方讲清了所有真相。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,警方当即决定逮捕刘增英,可是等他们到来时已经迟了,知道自己暴露的刘增英直接选择了逃亡。 最终当地警方兵分五路,辗转前往江苏新仪以及苏州等地,最终还是顺利地将刘增英抓捕归案。 猖狂的作案者最终被警方逮捕,迎接他的僵士法律的严惩,可是即便凶手被惩处,受害人也难以再活过来了。 这不禁使人扼腕叹息,而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,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在少数,光是新闻报道过的就有不少。 之前新闻曾经报道,2019年7月,一位70多岁的儿媳妇勒死了96岁的婆婆。 勒死她之后,自己也选择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,只不过由于后来被及时送到医院,接受治疗,所以儿媳最终活了下来。 也正是从这位儿媳的口中,我们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 原来就在几个月前,婆婆不小心摔了一跤,大腿骨折,不仅没有办法随意行走,甚至连平时上下床上厕所都需要儿媳妇认真照顾。 刚开始的时候,儿媳妇还可以接受,可是等了几个月之后,儿媳妇崩溃了。 因为她自己也是个70多岁的老人,长时间照顾另外一个人,实在是力不从心,就更不用说婆婆那恶劣的态度了。 这里所提到的96岁婆婆,面对儿媳妇时异常趾高气扬,不仅基本上都是一种发号施令的语气,而且晚上还不愿意带尿不湿。 非要儿媳一遍一遍地照顾自己上厕所给自己擦屁股,直接把儿媳妇逼到了崩溃边缘,由于实在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。 儿媳妇最终从储物间拿出了一根麻绳,勒死了婆婆,并且很快决定自己也吃安眠药自杀。 见到这样的事情,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态度,有的人认为律法无情,一旦触碰法律就要依法处理,就更不用说是儿媳杀婆婆这种恶性事件了,一定要从重从严。 也有的人认为,酒病床前无孝子,70岁的老人的确无法承担那么繁重的照顾人的工作。 长期与精神不足,最终精神恍惚做下错事,也并非他本来所愿,应该从轻处理。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,也正因如此关于这位70岁老人的处理,也有很大的争议。 不过我们之前提到的刘增英杀王贵兰案,就没有这么复杂了,整件事情明显是刘增英的过错,而且事后他还想蒙骗警方,自然要从严处理。 那么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儿媳杀婆婆的恶性事件呢? 其实主要可以归咎于三点。 第一,人口老龄化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 由于时代影响,人口老龄化成了一代人需要面对的问题。 有的人既需要照顾年迈的老人,又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,生活实在太过艰辛,最后或许就会被这种压力压垮。 第二,家庭分工的影响。 社会上很多家庭的分工都是男主外,女主内,这也使得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都落到了女性这边。 很多事情看起来简单,可实际做起来却极为沉重繁琐,这就使得很多女性在身体极度疲惫的情况下,精神上还不被人理解,负担极重。 长此以往,自然更容易突破法律的底线,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。 第三,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。 婆媳关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,而婆媳之间的矛盾也是时常存在的问题。 在婆婆与儿媳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,很容易就会滋生矛盾,埋下隐患,最终带来麻烦。 不管怎么说,违法都是错误的事情,法网灰灰疏而不漏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 谢谢大家!